当地时间25号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以视频形式举行特别会议 紧急磋商乌克兰局势 北约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指出 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 并宠身对乌克兰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有北约成员国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 但他没有对此做更多说明 在谈到军力部署时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已经在其部分成员国领土上部署了由海陆空军及特种部队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 斯托尔滕贝格指出 这是北约在集体防务的背景下首次部署快速反应部队